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鎖定9點熱話題 我是秦林謙 首先新聞一開始 先帶您來關注的是 颱風的最新動態 小犬颱風朝著台灣步步進逼 影響台灣最劇烈的時間 會是什麼時候呢 颱風的最新動態 我們先交給資產記者邱婉柔 小犬颱風距離台灣 還有多遠呢 來看到它的中心位置 目前是位於恆川東南方 約755公里處 速度穩定朝著西北前進 那麼最快在禮拜一深夜 到禮拜二凌晨 將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的 而這個颱風 對台灣的影響有多大呢 其實我們看到 它的外圍雲系 已經逐漸開始影響台灣了 再加上這個路徑 預估會朝著台灣南部前進 氣象署也說 會從台灣的東南側來登陸的 禮拜三到禮拜四 是影響台灣最劇烈的時刻 那麼禮拜四晚間 暴風圈就會碰觸陸地 週五就會開始遠離台灣 會移動到西南海域 逐漸遠離 也會為東部跟南部呢 帶來明顯的降雨量的 那麼小犬的速度快呢 也要留意這個風大浪高 台風的外圍環流呢 會持續影響到 禮拜六也就是國慶連假 那麼東北部的降雨 持續也要必須防局部豪大雨 也要必須留意這個東北季風帶來的良意 現在的路徑其實是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的 有可能會出現在3號的下午到完全的這段期間 雨期再更確信了一些中台小犬不只開眼 甚至持續增強變胖 根據氣象署路徑前視圖來看 預估最快週一深夜到清晨發布海景 週二外圍環流開始出現 而且下午可能發布陸景 週三週四對台灣影響最劇烈 週三上午暴風圈觸及台灣 週四清晨登陸 首當其衝就是華東地區以及橫春半島 週三週四特別在東部以及東南部山區 有局部豪雨等級以上降雨 北部也有陣雨 小犬來勢洶洶 網路上也開始有人發文 是不是又要放颱風假了 再加上國慶連假 南部會不會連假變6天 天氣風險公司總經理彭啟明也說明 小犬暴風半徑會擴大到220公里 包括台中雲林彰化以南花蓮都會劃入 有颱風假機會 但不見得風雨很大還會修正 也認為台東屏東高雄 可能進入十級暴風半徑 週四放假機率較高 涵蓋到這個範圍 自然就是我們說可能登陸地點的 比較偏花東橫春半島一帶這樣子 那後續延伸它這樣的路徑 比較影響的就是南部的各個縣市 首波路景範圍還要觀察 各地颱風暴風圈清洗機率也曝光 其中綠島藍雨高達8成 台東橫春 台南高雄通通突破7成 而根據各國路徑預測圖來看 各國路線趨於收斂 消炫可能從台灣南端或近海通過 縱觀來看週三到週五影響最劇烈 沿海風浪也會增強 民眾不能大意 TV新闻徐環張慧仙台報道 被戰2024大選國民黨積極尋求在野整合 但現在卻有不具名的藍營人士 犯話直指侯友宜進辦執行長金普聰 堅持一定要讓侯友宜當正的 成為整合的絆腳石 曾公開的講 寧願挺著胸膛倒下 也不願刻上侯下 如今卻因這番話被來引 不具名人士犯話 是整合路上最大阻礙 這口氣金普聰吞不下 說法是扭曲了我的這個想法了 現在把它扭曲成說 我好像是堅持一定 要這個侯當正或負 選舉是隨時在變化的 不同的情境的時候 你有不同的這個因應的方式 政治本來就不是那麼死板板的 是要有彈性的 被制整合絆腳石 金普聰強調對誰贈誰負 絕對堅持跟黨中央步伐一致 我覺得現在沒有辦法去直接講說 誰贈誰負 或是說什麼時間點 我們現在就是不斷的堆疊善意 向柯陣營持續堆疊善意 對郭台銘編率策略 則似乎逐漸清晰 但要怎麼整病 先前柯文哲呼籲 就看民調誰贏 如今最新統計 超過4成4的民眾都支持 用民調決定 其中在柯粉當中 有6成5支持 輸的退選 同樣這麼想的 侯友宜支持者也高達6成 以民調輸的退選 那有超過4成的民眾 是表達支持 所以我們認為 最後還是以民意為基礎 來做出一個決定 正當藍衣還在進後出手時機 民調對自己有利 那就主張民調決定 生怕越等越不立即 藍白到底要如何整合 傳出柯文哲在內部會議 也提到不比民調 他就不當負的 再請婉柔帶我們了解 對於藍白和柯文哲的態度 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也看到 在9月27號的時候 他是公開批評國民黨說 你不比民調 又不要來當副手 那到底要幹嘛 甚至在內部會議 是痛批三個字 那看起來 這藍白和是沒有譜的 不過在9月29號 又傳出他出席了 這個中華戰略學會活動 又說這個藍白一定和 外界就很好奇 到底哪一個才是柯文哲 不過現在柯辦 有了一個統一說法 他拋出要不就乾脆 大家來比民調 民調贏的就來當總統參選人 這也代表說藍白和的壓力 丟回了國民黨 也等同開出藍白和的條件 不過國民黨立委 以及親喉人士 是不太相信柯文哲的 他們認為說柯文哲 說辭反覆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但現在看起來 國民黨的確是 比較沒有話語權的 所以他們自己也知道 一定要拼民調才能在 藍白和的整合上面 是取得優勢的 我們也看到最近幾份民調 侯友跟柯文哲 他們民調都是陷入糾纏的 猶如麻花捲一樣捲在一起 那麼柯文哲最近 是因為高宏安還有仇女 讓他的民調是有往下掉的趨勢 那麼這時間對侯振營來說 是已經迫在眉睫的 柯文哲為了挽救民調 可以知道他在昨天是惡度訪美 希望可以靠網紅來衝聲勢的 所以侯振營自己也知道 必須要拿出拼民調的方案 怎麼拼呢 其實這個黨主席朱立倫 在前幾天是來密會了 這個金普聰 也就是侯振營的操盤手 要來商談說 全國競選總部到底該怎麼設置 從哪裡開始來提升士氣 另外還要民調強化弱勢區域 要下個階段 也要搶攻深藍的南部票 藍白河的議題持續也影響 民眾黨小雞們的選情 民眾黨總統參選柯文哲 6號從美國回來之後 將會回防雙北開啟 跟小雞們的聯合造勢 10月7號當天 我們會從成立跟柯文哲 主席的聯合服務處 會有一個接牌儀式 那這邊我們也會放 柯文哲主席的人形立牌 預告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從美國反台後 第一個浮選小雞行程 就是成立跟立委 邱成遠的聯合服務處 不只拉抬選情 更要讓支持者先安心 支持在野黨的選民 大家會比較有焦慮 確實這個是有穩定軍勳 而且態度明確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指標型意義 民眾黨提名不少區域立委 選區都是撒卡都 不管合不合 藍白小雞各自努力 柯文哲返台後 將回防雙北 除了7號的聯合服務處 也會到有提名立委的選區 舉辦廟口開獎 21號到邱成遠所屬的中和 8號萬華跟15號文山的開獎 則要助選文山立委參選人 張啟露 最近雖然有很多 這個藍白河的這個課題議題的討論 但是這並不會影響 我們現在既有的 這個已經提名的 這個候選人的各種的活動 10月8號 助獎的嘉賓還有誰呢 還有我們這個中正萬華的 立委參選人 于美人 特別的是8號萬華的廟口開獎 雖然是以駐獎名義邀請 五黨籍立委參選人 于美人 拉台議位卻相當濃厚 只是連于美人都照顧到了 廟口開獎 卻獨缺已經藍白河的自家 三爐五谷參選人 李友宜 李友宜將參加21號中合場 柯文哲開啟立委 聯合造勢模式 繼續衝刺選情 防止被整合聲浪吞噬 小鸡們先陣亡 TVBS新聞 花哨平DP 台北報導 現在還傳出前 高雄市長韓國瑜 將出面 利簇藍白整合 但藍白雙方都有盤算 對韓國瑜來說 恐怕也不是件簡單的任務 再把時間交給婉容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到底有沒有機會 成為藍白河的統窟呢 雖然媒體人趙少康 是這麼希望的 但是前立委孫大謙 卻認為不太可能 原因是什麼呢 他說如果是黨中央 希望韓國瑜 來當統窟的話 這樣才有機會的 因為以韓國瑜的個性來講 他是不會自己毛遂自荐的 因為韓國瑜是非常了解 黨的基本制度跟倫理 所以如果主席沒有拜託 他的話 沒有被交付任務的話 他才不會月取代保 另外孫大謙也強調 他說藍白在什麼規則下 進行整合 現在才是所謂藍白河的重點 如果所有的整合 都有預設立場跟前提的話 這個根本就不叫統窟 也不叫整合 因為這樣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他認為現在來討論韓國瑜 是否還來擔任統窟 根本就是言之過早的 所以還有韓國瑜 是否能擔任不分區立委第一名 因為當時這場會面出來以後 也有這樣的消息傳出來 孫大謙就說 黨中央是否會邀請韓國瑜 來擔任不分區的立委 其實對韓國瑜來說 他並不在意這件事情 因為他最大的心願 就是希望說能否完成下架民進黨 還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拿起手機 掃描旁邊的QR Code 加入TVBS新聞APP 更多的即時信息 待你一手掌握 總統大選現在是四卡都的局面 四位參選人投入不少資源拼人器 而根據臉書的統計 過去90天在臉書花費了廣告預算 排名第一的是賴清德 其次是侯友宜 握手合照通通來 侯友宜下午到高雄 一名黃昏市場 和選民擲鋼琴 琴跑市場陸戰要顧 空戰網軍資源也不能落下 精選團隊那邊花了八十萬再買臉書廣告這部分您知道嗎 侯友宜笑笑不多說 不過翻開臉書廣告檔案庫 侯友宜粉絲專頁六十四點八萬人追蹤 主委裡這篇文就花了兩萬元來投放廣告 受眾規模預估超過百萬曝光次數達到三十五萬左右 這樣看來幾乎每篇文都下重本 在臉書投入多少廣告預算 其實是公開資料都能查得到 像是民進黨賴清德 9月27臉書這篇文花了兩萬元 曝光數達六十萬以上 宣傳YouTube節目花更多錢砸了五到六萬元 四位總統參選人一字排開 近九十天以來 賴清德次資一百二十萬 按讚數總共八十三萬 侯友宜排第二花了八十四萬元 郭台銘投入十三萬 按讚數則有七十七萬 至於民眾黨柯文哲廣告投入零元 一毛錢都沒有 按讚數缺勢最高兩百一十三萬 被稱作是窮鬼戰法 對此郭台銘近半說 網路流傳的金額並不正確 網路投放攸關選舉策略 認為投放廣告不能用金額或平台評斷 而賴清德辦公室則在截稿前 沒有多做回應 四位參選人在臉書比財力也比人氣 看誰更能觸及選民的心 TV別時尚 吳中勳索阿娟高雄報導 來關注杭州亞運 今晚最受關注的項目就是 速敵中華隊跟韓國的棒球大戰 先發陣容精銳進出 那麼對決到現在 是不是站上風呢 交給記者徐又翔 好 各位觀眾 十月二號晚間對全台灣人來說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守在電視機前 也有人是用手機看 沒錯 就是亞運棒球中韓大戰 結果出爐了 最終台灣就是以4比0打贏韓國 搶下小股賽的二連勝 那昨天贏韓國 昨天贏泰國 今天贏韓國 就像是在過國慶日 那回顧整場比賽呢 中華隊先發投手 派出旅外的左投林玉敏 打線呢 則跟前一戰差不多 主要就是捕手換成旅美的林佳正 第一局中華隊就有分數進帳 靠著是開尉先鋒 鄭松澤 加上林安可的三連安打 台灣率先取得1比0領先 不過得到這分之後呢 台韓兩邊都可以說是陷入苦戰 直到四局上 兩邊都沒辦法跨越雷池一步 比賽來到四局下 又是林安可 他趁著高飛球上三壘後 又逮照這個投手的爆投 幫中華隊跑回第二分 截至四局打完 台灣手上是握著2分的領先 那統計下來 林玉敏是投了6局 沒有失分 第7局則是 統一金孫古林瑞陽 登板接替投球 8局下靠著統一失 同樣是林子豪 一直關鍵的安打 又幫中華隊再拿下2分 比數就來到4比0 而這個比分差呢 也讓球迷 可以說是熱血沸騰 最後關鍵的終結者呢 是旅美投手 也可以說是中華隊的 本屆王牌劉志榮 成功的呢 幫台灣給守住領先 那最後呢 中華隊就是以4比0 打贏韓國 全場7隻安打 得到4分 韓國則是全場6安打 沒有得分 數據上呢 也明顯的是不如中華隊 那這場比賽呢 也讓台灣保持連勝 接下來小組賽 將面對到香港隊 中華隊的球員們 希望說台灣人呢 還是能夠持續 來幫中華隊加油 這一屆亞運的目標 非常明確 就是非要金牌不可 以上是我們在現場 掌握的資金資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